麥克風人氣王 大家好 我是大頭阿貴 身邊的這一位 我覺得他不只是人氣王 他是超級人氣王 哈囉 麥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肥黃明志 我終於回來宣傳轉機了 真的 送給你的專輯 謝謝 給你指教 那你恭喜明志就是發了這張專輯嘛 叫做高清無碼 也是你第十張的全新的專輯 第十張專輯也是第九張 沒有在馬來西亞發行的專輯 可是Online買得到 對 是是是 那要不要講一下 其實這一次的整個概念 又高清又無碼 我知道說有一些特別的意思在當中 男孩子看到橙色阿 白色黑色的設計 就大概明白在做什麼 可是其實有別的意思啦 就是高清是代表我們的作品是堅持高品質的 是很難的 因為我們做這些高品質的作品 是需要花很多時間心力 尤其是要花很多費用 所以這個是我們堅持的事情 那第二件事是無碼 就是我們要堅持我們的作品 是沒有毫不掩飾的 去表達我們一些內心的感受 無論它是什麼題材都好 看起來怪怪的 可是它是有它的含意 就一如既往 你的那種比較鬼馬的一些 idea放在這個封面上面 裡面的歌曲也是一樣 你剛剛講無碼就是 毫不掩飾 坦蕩蕩的 講真真的 你是真的那麼的坦蕩 那麼的坦白坦然嗎 其實在作品上算是 做人也還好 因為蠻多人 尤其是我一起工作的 他們也是知道 我也沒有跟他們拐彎抹角 也是蠻直接的 常常會不小心傷到人 我覺得反正做人應該要有馬一點 作品的話我覺得應該要無馬一點 可是我本身還沒有做到很好 這個是要學問的 所以你現在才學習在說話 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應該是要去買 康永哥的書送給你 因為我想要問的 因為每一次呢 大家看到黃明志就會想說 哎呀他就是又在找話題了 尤其是在這樣高清無碼的時候 又找了很多很勁爆的人物 一起來合作 你會不會有一點 或是很無奈 哎呀為什麼大家好像看不懂 我背後的意義 對我來講玩音樂要一起玩 才有火花 音樂這種東西它是屬於藝術 它應該要有一些像化學作用 一些碰撞這樣子 是因為你這次也確實找了一些 可能人家會覺得 用有色眼鏡去看待的一些人物 可是我之前有聽說過 其實你找他們 就是想要讓他們看到 這些人其實還有另外的面向 像我愛的 是個明志華希羅的 是大概兩年多千的作品 那一首別人的老婆更久了 那個是四年多千的作品 那為什麼到現在剛好在這樣轉 其實因為在加上中間 疫情兩年多 沒有辦法飛去日本完成這兩個作品 所以就累積啊 然後就透過一些關係 然後認識到 哎剛好一趟過去完成兩個作品 這樣子也是省時省力 配合這個專輯主題 我們就把它放在一起這樣 所以會讓人家覺得 好像我是故意的 就是純粹是向他們致敬 然後他們也算是陪我們 男神一起長大 算是我們的老師嘛 是是是 應該說帶著我們長大 不是陪我們長大 然後讓你們登大人 對登大人 哈哈哈哈 你找LDJ Soda 然後一起合作的新年歌 兔年新年歌叫 I love you too 對 要不要來跟介紹一下 之前很多人就一直講說 我們要慶祝華人新年 華人新年 等人馬來文都叫 Dawun Baru Giner Chinese New Year 其實不太對的我覺得 我認識蠻多的就是韓國啊 日本的朋友 他們都有在過新年 是 農曆新年 所以應該我們標準應該叫Luna 就是農曆新年這樣子 這個是我第一點想到的 然後第二個我就想到 兔年要做什麼呢 我第一個反應 然後就兔年要到了 兔女郎 我就想到哇應該會很好看那個畫面 那兔女郎是什麼年代的東西 是大概在一百年前就要復古了嘛 復古漫步舞曲 所以我就想到 跟DJ Soda合作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 他私底下他有Message我 就我還沒有找他合作的時候 他Message你 對 我也不知道他找我做有沒有 剛好互相就有聯絡這樣 這樣不如我們就來玩一下新年歌這樣 也順便反應一下 告訴大家說 這個不是華人新年 除了我們漢族以外 還有別人在慶祝的 然後讓大家了解一下這樣 因為我們都知道你真的很忙 忙到之前也有看過一些新聞 或是之前很早期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跟你敲過訪問 然後後來是因為你的身體的狀況的關係 所以就沒有辦法來了 那講真現在你的整個 近況是怎麼樣 該吃的藥還是要吃咯 還是以工作為主 我覺得也是忙起來 就會忘記這些事情 像我的胃比較沒有那麼好 其他的身體機能是ok 之前有做過全身檢查 因為他們都覺得我身體應該是壞掉了 結果醫生就有點嚇到 他叫我身體比他健康 真的 所以只是你的胃的狀況 是是是 那有沒有想說要調整自己的生活作息 也沒有特意調整的 就是累就睡咯 所以你現在戴著墨鏡 可能你眼睛在休息了 對 我現在在講話 對 我是用下意識 潛意識在跟你講話 我剛才一直在偷偷瞄話 到底他有沒有開眼睛在跟我講話 又好像有開又好像沒有開 我有發生過跟主持人聊天 然後我在睡覺的 真的啊 太累的時候 可是答就很慢咯 然後就答這樣 那有沒有講說回來 然後 宣傳這張專輯 會遇到很多的阻礙 還是什麼 我以為在電台都上不了咧 結果OK 因為我在宣傳一個沒有發行的專輯嘛 欸我這樣講 可能講了就不可以播了 你確定嗎 確定 好那最後有什麼話想要跟馬來西亞的所有的粉絲們講的 難得回來宣傳我的第十張創作專輯 那我的目的很簡單 因為 當初我在 第一張專輯就是在馬來西亞發行的 那一直到這一張 第十張 我當我在馬來西亞出發 那我現在 希望可以回到馬來西亞 跟大家分享 這個我的創作專輯這樣子 無論我的作品是高清還是低清 還是無碼還是有碼 都感謝你們一直以來對我的支持 謝謝 謝謝 謝謝今天明治來到麥芬人氣王做訪問 然後 最重要的是身體健康 最重要的是新年快樂 不年快樂 最重要的是 所有東西都快樂 所有東西都大發 謝謝 謝謝